落日甜酒 我当时就是被这个泥吸引的 而且我把上面的胶水全部都买回来 想自己做一下 因为你大盆子真的比小孩要爽很多 这个是百香芒芒冰粉 就它就是像那种不喊瓜尔椒的那种水潭一样 我一直想买那种纯液体胶水潭 但是看了好几点都下价了 它就是会有一点像那种真实果肉的颗粒感 然后这个颜色就让人感觉是比较清爽的 稍微抹一点点橙橙水啊 这样戳起来它就不会粘手了 还会有很清澈的水深 就那种活泼的裹肉的感觉 这个我都是提前解救了一下的 分两身太凶了 我感想自己做个大份的玩一玩 我每次做泥我都要做很久 就像化妆一样 一直不断的改 一直不断的调才行 拉伸性也是有的 扯开之后有点像布面 融融的 味道是很清新的果味 好小一坨呀 我爱上让我分不顾故事的遗憾 我以为那就是我所需求的时间 让人恒重执着被无欠被骗 是否成人的世界总有残缺 这种泥就是在大盆不起泡用手去拨弄它的时候 那个样子是最欠人心疲最吸引人的 有没有懂猫语的 为啥我一开空调我家猫就这样 这要特别惨 不会真的是发情了吧 这个空调里有上一批住户的磁性猫咪的味道 或者熊熊猫咪的味道 然后这个风一吹让它长出了假想蛋 我昨天刷到了一个小男孩子 他妈妈上船的时候 在那个走廊里边唱的时候 说哇好清澈 杜真彤唱那个也好好听 我听了好多遍 关于爸爸 关于在这躺着 哎呀 哎呀